一開始就咳嗽了 歡迎來到我的行銷大學檔 那今天我們講的是 一個比較現實的一個問題 我之前有講過在FVMessage裡面 已經FV一直要強調他要進入電商時代 那他一直要進入電商時代 卡在的一個點就是 他還沒辦法去用線上支付這一塊 可是FV在其他國家 他已經有跟幾個團隊在合作 用他們的使用線上支付的工具 像之前介紹過一個Triple Triple已經在FV裡面 用他的Message裡面的聊天機器人 已經可以做線上支付這個動作 那今天為什麼又談到Triple 是因為Triple在國外 已經是一個算一個很暢心很流行 一家一個支付工具 因為他也算是現在的 我們在講說獨角獸 就是他還沒上 獨角獸意思 大家知道嗎 獨角獸意思就是說 他這家公司還沒有上市還沒有IPO 可是他已經被估值超過 他公司的價值已經超過10億 10億美金 超過330億台幣 所以這家公司Triple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公司 其他國家已經很多25個國家 已經可以去用他的Triple 去做線上購買 線上支付的工具 因為他是一個跨越 已經超越了銀行界 做點對點之間的 資金的流轉的一個支付工具 所以銀行 這些銀行的朋友 他們真的跳過銀行很多東西 銀行有時候會生存是因為 它有一些手續費的問題 還有錢存在你的戶口裡面的問題 可是他現在已經跨過銀行之間做這種事情 再來是為什麼要講到說 有什麼東西比美金還好買東西呢 OK 有什麼比美金還好買東西 現在很多流行議題就是說 日本現在在瘋狂 在使用微信支付買東西 日本也可以用支付寶買東西 那 Rider 晚上好嗎 那現在日本非常流行 用微信支付 因為很方便 日本人現在常常比來配還好 用了一個東西 而且大陸人去日本買東西 因為大陸人現在不去韓國 他們現在往東南亞還有日本跑 因為對日本人 然後又有一點下降了 所以現在大陸人是仇喊 對啊 煞得非當問題 所以大陸人現在是往日本跑 所以在日本裡面用 用微信支付的人超多的 那再來一個問題是 今天這Triple跟微信支付 跟支付寶 已經簽署合作了 就是現在 在Triple裡面的 用Triple做支付德國的一些商家 全世界25個國家 已經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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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支付跟支付寶去付款 所以你在這些商家的時候 直接可以用你的微信帳號 用你支付寶帳號去買東西 這是一個影響力很深的一個東西 因為大陸人 他們現在直接往跨境買東西的時候 更方便了 變成 那這些國家喜不喜歡 當然喜歡啊 你如果物流配的過來的話 可以配到大陸來的話 或是全世界其他人 如果他有微信 有支付寶 有微信帳戶的話 那他可以用很方便的 透過這些匯差的問題 直接購買 購買這些東西 所以他的使用帳號 比美金還好啊 你美金去那個國家 他不一定收啊 可是現在微信 支付寶 支付寶 到很多國家買東西 他們是收的 而且那時候減少會差的一些問題 那當然好 這變成 一個國家 變成一個是 這中國的影響力 已經擴大到全世界 涵蓋到全世界 你可以看到到他的問題 那台灣呢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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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講說 什麼Apple Pay啊 Line Pay 這是屬於實體之物 可是我們現在生活上 很多很多 是在虛擬上面做進行的 那實體之物 有很多人在講 那虛擬上面進行的 現在台灣還 大部分都是用信用卡 那如果大陸人 已經完全用支付寶在進行 他們不管實體 線上線下 都已經用支付寶 或者微信之後 在使用 那台灣還是 如何呢 不是一點點 是很多 今天我去聽了一個 跨境 大陸 大陸跨境便商的一個 一個課程 不是聽課程 就是要去 也是要去搜集一些資訊 他所說的是 現在大陸的 跨境便商 帶自己跟我同調 反正台灣 現在只能介入他們的 一些脈絡 還有一些力道 去把台灣的東西 賣出去 嗨 沈哥 好久不見了 感冒有沒有好一點 你好了我還沒好 聽我聲音就知道 OK 那我們要講的是 台灣的 這個微信置物 台灣目前就是還卡在兩岸之間的問題 那 台便商 台便商今天跟那個老師再聊一下 台便商是其實是 不能公開化說我們合作 台便商其實兩岸之間的一些問題點就是 已經串聯起來了 台便商就是還是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其實講坦白的 你能讓人民生活得好 產生賣得到東西 產生賺得到東西 人們快樂 什麼都好談 OK 那今天講的就是 剛剛我講的 微信置物跟 跟資物 跟資物寶 已經可以在全世界幾乎很多國家都會買東西了 日本啊 像資物 微信置物今天也跟德國的 The Wild Care 這家 資物公司已經合作 讓它 微信置物在德國可以使用 厲害吧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拜拜